韓國瑜市長的行程 12月25號剛上任 新馬回來了 然後這個要去大陸 然後4要去美國 5要去日本 後面還有他會在排 所以主持人我的意思說 看韓市長這個行程 太會到 非常的頻繁 這樣子 其實很累 所以我跟大家建議 跟韓市長建議說 是不是要種植 植跟量之間 不要每個行程都先答應 然後一些行程可能不是 相對不是那麼重要的 要有取捨 或是請其他人幫忙 王世堅議員上次說 柯文哲在拚經濟 柯文哲在拚總統 我覺得韓國瑜他直接是在拚 高雄的經濟沒有錯 間接也是在拚2020的總統 這個其實是沒有違背的 剛剛偉案說 不管韓國瑜當然都會被追問 這是正常 而且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他一路會吵到投票前一天 這個是不會停的 因為媒體就這樣沒有辦法 我今天要跟大家 沒有去登記就來不及了 對 登記之前 我已經說因為這個 我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 剛剛前面主持人開場說 這個政局的變化非常的快 所以我要跟大家道歉 有些我之前在我們節目中 你有什麼事情要改了 對 太內行了 我先把我之前講的話 部分的做出 你要吞回一些話 這個 吞曲棍球 曲棍球太大了 我先跟大家報告 我的看法 我改變說 無論柯文哲選不選 韓國瑜都應該參選 之前的講法是說 因為柯文哲是民調領先 如果韓國瑜不出來的話 柯文哲就變總統了 如果目前 所以我現在有沒有 不管柯P有沒有選 你管他柯P選不選 韓國瑜都應該參選 我會把我的理由講在後面 然後第二個 就剛剛主持人提到 如果國民黨亂提名 韓國瑜要有獨立參選的準備 如果國民黨胡搞加搞的話 所以聯署是給韓國瑜用的 這個是內行的政治記者 如果國民黨亂搞 他這個萬分之一 不能拿出來用嗎 他也是萬分之一 這個也是萬分之一 大家都是萬分之一 就是這個流中不發 就是說如果他的萬分之一 不拿出來的話 他的萬分之一就拿出來 沒錯 主持人 你講到我的邏輯說 如果國民黨亂提名 前提要在這裡 韓國瑜要有獨立參選準備 為什麼 我做個解釋 因為總統是全國最重要的職務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一任四年影響深遠 所以有人講說 我當四年就好 不行 我覺得那四年也不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鬼混很多年了 不能再多鬼混四年 已經鬼混很多年 我們落後太那個了 我現在你知道我在講誰 但是你不能講出來 要選當然要選最好的 你要選當然選最好 我選個二軍 三軍來當總統 總統就有一點點 待會兒我們會提到蔡總統 你執政到末期 已經有點胡搞瞎搞了 所以我請觀眾朋友 原諒我的轉彎 我認為 就不管柯文哲什麼 也不管這些大佬內討 你看我都不談 我認為韓國瑜應該選 我跟他做個解釋 我們全國人口大概2300多萬 我們的公民有1700多萬 我們開票率單1300多萬 我只是其中之一 主持人 我的決定是這樣 如果2020中大選的選票 總統候選人如果沒有韓國瑜 我就不投了 你可以在選票上面自己選韓國瑜 那是廢票 你想騙我 你不要騙我 我就不投了 因為我是1700萬1300% 我個人的意見這樣子 白七到投票日的前一天 你都還是有機會收尾的話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希望我可以去投票 好的